蒋介石打了宋子文、宋大姐。子文若是有个好歹,宋家飞找老蒋算账、宋爱玲和宋子文的关系,一直是世人热衷讨论的话题,他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却为了权力、地位名争暗斗,最终是同水火,令人无限唏嘘,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之前,宋爱玲和宋子文之间都是有手足之情的,只是后来,对权力的迷恋打败了血浓与水的亲情,曾经相亲相爱的骨肉至亲变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对头,1933年。 由于军务上的分歧,蒋介石打了宋子文一耳光,得知弟弟被打,宋爱玲十分恼火,气冲冲地对宋美玲说,子文若是有个好歹,宋家飞找老蒋算账。 与此同时,他让宋美玲回去转告蒋介石,美玲,你告诉老蒋,你哥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飞让他的官当不好。 探寻历史中的宝藏,请点击订阅瑞历史,这一时期,身为姐姐的宋爱玲是护着弟弟宋子文的,他们关系的转折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宋子文对宋爱玲的敬畏。 使他们无法真正亲近,在幼年、童年以及青春岁月里,在宋氏三姐妹中,宋子文和二姐宋庆灵最谈得来。 她喜欢二姐温柔恬静,善解人意的性格和大姐宋爱玲,妹妹宋美玲的飞扬跋扈完全不同。 而且,宋子文和宋庆灵在许多事情上的看法都十分吻合,内心相互懂得,情感上也更加贴近。 从孙中山葬礼的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每当宋子文和宋庆灵一起出现在画面里的时候,宋子文总是一只手挽着面容憔悴的宋庆灵,给她无声的安慰,一只手给她打伞。 以防,她受到记者镜头的打扰,从这些贴心的举动,能够感受到宋子文对宋庆灵的恋爱和疼惜,抗战时期,宋子文多次飞往美国,不管行程多拥挤,她都会给身在国内的宋庆灵打个电话,询问她有没有要在美国买的东西,用不用自己给她带回去,十月底回国。 我能给你带些像药品等这样的个人用品吗?可带任何你愿意要的东西。从这些生活的点滴处,也能够看出宋子文和宋庆灵之间的姐弟之情是很深厚的,对于妹妹宋美玲,宋子文非常疼爱这个家里唯一的妹妹。 在活泼,调皮的宋美玲面前,宋子文常常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做哥哥的侠义感,一直尽己所能地照顾她,保护她,后来,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分歧,但也有一丝亲情的羁绊和温情在,那么,宋子文和大姐宋矮玲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姐弟之情呢? 198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了前局长胡佛在1943年1月9日的一次谈话,在这份记录中,胡佛这样说道,宋家是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网络,她有无情的规矩,不论是谁越鬼,不是被驱逐,就是被消灭。 这个集团的头脑一般认为是孔夫人,一个邪恶而聪明的女人,她置身幕后,指挥这个家族,宋子文是具体的操作者,执行她的许多主意,宋矮玲是宋家的掌门人,宋子文是宋家的长子,也将是宋家未来的掌门人,他们之间除了姐弟关系,还有一层关系是宋子文是宋矮玲的后继者。 将来要从她的手里借过宋氏家族的权杖,在宋子文还没有接班之前,宋矮玲是宋家的掌舵人,宋子文则是她的舵手,两个人要一起为家族的前途和命运运筹谋划,支撑起宋家的门户,宋子文心里一直十分敬畏宋矮玲,这份敬畏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使他们之间少了几分姐弟间的亲密和亲热。 宋矮玲野心滔天,有男人一样的头脑以及对权力财富疯狂的渴望,她希望看到宋家一步步登上权力和荣耀的顶峰呼风唤雨,怀着这样的心态和目标。 宋矮玲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宋氏家族的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会强加给作为家族长子的宋子文。 当宋子文长大成人后,宋矮玲经常给她灌输权力的重要性,怂恿她去结识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尽可能多地攀附官方政要和政界名流。 虽然宋子文也对权力充满浓厚的兴趣,但宋矮玲那副筹谋计算的样子,常常让宋子文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觉得宋矮玲不是她理想中温柔可亲的姐姐。 她在和宋矮玲相处时,远远不像她和宋庆玲、宋美玲相处时那么轻松。 不仅如此,宋矮玲和宋子文的思想不同,作风不同,内心比较疏远,也使得她们的感情维系非常脆弱,但无论怎样,虽然宋矮玲和宋子文做不到亲密无间,但她们之间还是有互相牵挂,互相惦记的亲情的。 1917年,宋子文从美国留学回国,这一年,她23岁,回国后,许多年后会风光无限。 显赫一时的宋子文,其实也经历了一段迷茫的时期,急于为自己找到一个光明的前程。 这一年,父亲宋矮玲托人情给宋子文找了一份在上海盛氏家族汉志平公司当秘书的工作。 宋子文开始在民国的上海里搏风激浪,后来,宋子文和盛家七小姐盛锦如两情相悦,互相爱慕, 却被盛家强行干预,被调到了武汉汉阳总公司会计处担任科长,出身豪门望族,一向心气高于天的宋子文怎么会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科长。 他带着满腔的气氛辞职,改到华裔银行担任总经理,但是,这个着落仍然和宋子文的雄心壮志相差甚远, 他仍然有一种壮志未愁的感觉,心里又苦闷又惆怅。 1918年,宋耀如去世,宋爱玲成为宋家真正的掌门人。 这一时期,宋爱玲看出了弟弟宋子文的沮丧,怎么为他的政治生涯铺一条入阁的路,是宋爱玲想的最多的事情。 1922年,宋爱玲带着大女儿孔令仪抵达广州,来这里见宋敬玲,和她一起讨论宋家的未来,其中也包括宋子文的前途问题。 通过不断的商量,宋爱玲,宋敬玲在宋家未来的许多事物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宋敬玲也答应和孙中山研究过后,给宋子文在南方革命政府安排一个职务,得到了宋敬玲的承诺,宋爱玲一颗心才算落到了肚子里,心满意足地回上海去了。 1923年,在宋敬玲的介绍和孙中山的成腰下,宋子文加入南方革命政府,当上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青涩的政治生涯。 1924年8月,南方革命政府在广州创立了中央银行,宋子文被任命为中央银行行长。 1925年,由于在财政经济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宋子文升任为财政部长、商业部长。 从此,宋子文掌管国民政府财经大权长达20多年,在中国金融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此后,宋矮玲又开始为家族的未来计划,打算,她和孔祥熙经过反复商量,认为孔宋家族必须寻找新的依靠,以保证家族一直站在时代的风云顶端。 而这时候,还没有嫁人,没有缔结良缘的宋美玲,就成为宋矮玲手里最关键的筹码,时间很快来到历史诗中上十分著名的一年。 1927年,这一年,宋矮玲处心积虑地筹谋宋家的未来,并锁定了地位一路飙升的蒋介石,将她的精心盘算,郑重其事地告诉了家里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 与此同时,宋矮玲与蒋介石进行了密谈,提出要和她进行一场交易,在交谈中,宋矮玲简单明了地对蒋介石说, 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美玲,也要答应疑似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担任格魁,我弟弟子文做你财政部长。 宋矮玲表示她和她身后的孔宋家族会不遗余力地支持蒋介石。 作为交换,蒋介石要答应与宋美玲结婚,并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 蒋介石欣喜若狂地答应了。 当时,宋子文的政治立场并不明确,在这笔交易中,宋矮玲继续充当了宋家掌舵人的角色,而作为宋家成员的宋子文。 她的立场和去向就这么被宋矮玲安排了。 此后,宋矮玲挖空心思游说家里人,试图使兄弟姐妹相信,宋家和蒋介石的联姻,对宋家有很大的好处,宋家每一个人都将从中获益。 事实上,在1927年之前,宋矮玲以大姐的身份掌舵宋家,宋家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关心彼此的生活状况,在大事小事上彼此关照,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共同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政府。 然而,自从1927年宋矮玲决定把赌注压在蒋介石身上后,宋家从前甜蜜和睦的家庭氛围渐渐消逝,宋家内部的动乱和纷争,实际上是宋矮玲和宋庆玲的针尖对脉盲。 4.12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宋庆玲极度痛恨蒋介石,宋矮玲却要拉着全家人投入蒋介石的阵营,政治上的背道而驰,使宋氏姐妹的关系冷至冰点,站在大姐这一边,还是站在二姐这一边。 是这时候的宋子文必须做出的选择,她突然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为了促成蒋。 宋连音,宋矮玲使出浑身解数,劝说宋子文。 一开始,宋子文还犹豫不决,但在母亲妮贵珍,大姐宋矮玲的软磨硬炮下,在蒋介石的利诱下,她忠于松口,决定投靠蒋介石。 在和蒋介石合作这件事上,宋子文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个人的意愿,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是受到家族的牵绊,被家族利益推着向前走。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玲结婚,这是宋矮玲为妹妹宋美玲安排的一桩好婚姻,一桩闪耀的婚姻,同时也代表着她为宋家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靠山,她不禁为自己的伟大的谋略感到无比的自豪。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开业仪式在上海外滩举行,当天,蒋家、宋家、孔家三大家族中的几位重要人物都来到了现场,场面是上海几年来都没有过的盛况,在现场,仍看到三大家族的人站在一起说说笑笑,一团和气。 然而,三大家族的和睦只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充满了矛盾和猜疑,对立和制衡,宋矮玲和宋子文的关系也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圣语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1928年1月,蒋介石兑现了她的承诺。 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在蒋家、宋家这场举世瞩目的联姻中,宋子文可以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蒋介石,宋美玲结婚后,宋子文以宋家长子的身份,在国民政府里担任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风头一时无两,尽管风头旺盛,但宋子文对大姐宋矮玲,姐夫孔祥熙是十分尊重的。 宋子文在上海有好几处房产,她最喜欢岳阳路145号和东平路11号的别墅,1928年底,宋矮玲也在东平路购入一套房子,这一时期,由于住得近,她和宋子文一家的来往比较多,关系还算可以,不仅如此,随着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在国民党中的权力一步步建立起来,宋子文开始觉得大姐促成蒋送联姻的谋算,决断是如此正确,不禁对大姐佩服之志,然而,进入二十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宋子文和孔祥熙为了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开始爆发种种矛盾,宋矮玲与孔祥熙夫妻同心,站在了弟弟宋子文的对立面,他们的关系迅速恶化,三十年代中期,宋矮玲和宋子文的姐弟感情彻底破裂,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只是有一些矛盾和冲突,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开始互相厌恶,互相憎恨,那种恨深入骨髓,难以消散。 另一方面,在三十年代中期之前,宋矮玲和宋子文一直扮演着宋家掌舵人和舵手的角色,三十年代中期之后,宋子文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她的语意已经长成,不愿意继续受宋矮玲的管辖。 而且此时,以前团结一致,有共同愿景,共同目标的宋氏家族已经四分五裂了,作为宋家女儿的宋矮玲,宋美玲已经和蒋氏家族,孔氏家族成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所以,宋子文认为,宋家实际意义上只有她和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宋矮玲是时候交出宋家的权杖,把宋家掌门人的位置让给她,但是,宋矮玲骨子里是不愿让位,不愿放权的,这也使得她和宋子文的仇怨更深了。 从此以后,宋矮玲和宋子文之间不仅夹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争权夺利。 还有他们之间的宋家掌门人之争,宋矮玲的名字在江湖上如雷贯耳,但她为人低调,很少抛头露面,只是隐没在暗处搅弄政坛风云。 在对付宋子文这件事上,宋矮玲也不自己出面,而是坐在背后运筹谋划,派孔家其他成员与宋子文开战,后来孔令坎成年了。 由于父母亲和宋子文势不两立,孔令坎也对这个舅舅没有好感,甚至咬牙切齿地痛恨她。 20世纪40年代,孔令坎管理中央信托局,当她收到国外的资料,文件都会在上面恶作巨事地写上转TV。 这些文件便全都被送到宋子文的办公桌上,让宋子文平白无故增加了不少工作,宋子文一猜就知道是孔令坎在捉弄她,但她也没有办法,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勾心斗角中, 宋爱玲最高明的一招,是指点孔祥熙不要在明面上和宋子文对立,而是把精力放在逃取蒋介石的欢心上。 宋爱玲觉得国民党内部的情况瞬息万变,但无论如何蒋介石是老大,谁都得听她的,任何事都由她做主。 孔祥熙根据宋爱玲的叮嘱,对蒋介石唯命是从,深得蒋介石的宠信。 此后,宋子文和孔祥熙较量了十几年,宋爱玲和宋子文的姐弟之情也在日复一日的争锋相对中荡然无存,令人铠叹。 1946年,宋爱玲定居美国,1949年,宋子文定居美国在蒋介石集团,姐弟俩先后离开了他们浮浮沉沉几十年的政治漩涡,晚年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但宋爱玲和宋子文几乎没有往来六十年代,孔祥熙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她称自己和家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只是靠以前的积蓄艰难度日。 宋子文看到这篇报道露出轻蔑的冷笑,觉得孔祥熙满嘴鬼话,令人作呕,即便许多年过去了,他们之间的那种恨还是那么深刻。 1971年,宋子文去世,1973年,宋爱玲去世,直到去世,他们都没有和解,没有相互靠近,把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带进了坟墓中。